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种情绪上 个性上的污点对我来说 这女生已经不像女生 严重污点 那我们来看第一名这个三八女生是谁呢 最三八第一名 怎么可能 准备相分析要告诉你哪些人最有生意头脑 最近的房地产会跌了会涨了 它反应非常的快 所以它才会这样子的反应迅速 消息零通 情报零通 我看到它凹着 那是因为头发好不好 要摸啊 没有脑 不是我没脑 是我的脑子坏了 陪玉神堂策研要透视你在哪方面最输不起 你这类型是很爱自己的 他觉得生活要品味 而且要品质 不喜欢装成或是买个地摊 或是买很烂的东西 所以他尽量的对自己好一点 对家人好一点 让生活的品质围起得很好 我们在节目里面呢 常常会提到星座 那这个星座只要提到这个处女座 哎呦 大家一定会把这个很好的范本拿出来呢 它就是我们今天非常非常棒的一位特别来宾的 她就是超级好男人 欢迎徐乃丁 不感不感不感 千千 好难喔 嗨 想不到我们这戏结束还要跟你和在一起 不要这样说 她不一直很相论 她不会 确定不可能 有没有看到夏克平常的店长 就是这样对待我呢 不是 因为跟华嘉谦要有另外一种相处模式 因為你太順著她的時候 你就會很吵很吵 然後你就偶爾 就是好這樣督湊她 要不然就是給她 給她就是說沒有台階下 她就會自知之明 她會自己收手 你要是配合她迎合她 沒完沒了 這也是我在找樂趣的地方 而且你知道乃哥每次 就是我每次說 乃哥 你很愛我對不對 因為每次我在這個 講一些話的時候 乃哥就會默默的停頓 差不多五秒鐘就這樣 對 他就會這樣 就這樣 然後後來他就一直看著我的時候 他就覺得你再講再講 他就因為不搭槍 然後我就說 怎麼樣 乃哥愛上我的齁 你看 你在搭槍怎麼辦 對不對 因為你看其實乃哥 真的會有那種差別 就是只要碰到美女 他就會覺得說要疼心 然後如果碰到那種就是 OK啦 就是那種 一些這個行為上有一點腦壞 對於你講到腦壞 我就要問這個乃哥 怎麼樣 像我們這個腦壞三姐妹 你應該記得 就是像我還有楊琦 還有張本宇三個人 那你對我們腦壞三姐妹 常常做的一些動作 你會不會受不了 我當然會 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去弄一個什麼 什麼三姐妹的那種歌舞 我們看過 你知道嗎 因為我本身我就很不喜歡 我喜歡自然的東西嘛 然後那邊 牛奶 你會捏捏捏去 好了 好了 他就完全說不了 我沒辦法 所以你看這個乃哥 所以你還滿不能接受 真的有點那種三八的女生對不對 沒錯 對不對 沒錯 就趕快問一下我們的唐老師 從這星座來看一下 什麼樣星座男生呢 就像乃哥一樣 超討厭三八女生 那什麼樣星座女生呢 他會上榜變成三八女生了 看一下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當然是跟一個人的好物美感 都有關係 所以男生的話呢 是看太陽跟金星 女生也一樣 那我們來看看哪一些男生呢 最討厭這種三八的女生了 然後待會再來看看 那哪一些女生 又是這些男生 最受不了的三八女生呢 沒錯 好 我們先看男生的排行榜 第三名 太陽金星 如果是落到了牡羊座的話 因為牡羊座 會搞不清楚狀況 牡羊座的幽默感呢 是他就是那種準備好的 比如說 你是一個很會講笑話的人 所以你講了一個笑話 他就會笑 因為他就知道你在講笑話 對 然後那個三八女生 他就會想 你為什麼好好的一個女生 突然講這個話 他會腦子會轉好幾個彎 所以那平常就很三八女生 然後老師跟他講一些五四三的話 牡羊座就會心裡覺得說 那我應該怎麼辦 他會不知所措 所以牡羊座的人 他平常就不太靠近這種女生 他身邊也絕對不會找這種 三八女生做伴侶 好 我們來看第二名 太陽金星如果落到了黃老師的 金星好多 超準 你應該不會默默的討厭我吧 他討厭你很久了 對 你還不是啦 你還不是那 那還不是真正的三八 真的嗎 遇到三八你幾乎都會起來 看他旁邊看 這就糟了 他們是很有幽默感 他們沒有辦法忍受這種比較 因為我們用三八來形容 就是比較淺薄的幽默感 對 他就會覺得說 他就會瞧不起 他心裡會默默地瞧不起 就是說 有必要這樣做見自己嗎 可是如果你是很高級幽默 會欣賞 金融做就會欣賞 那這種只會用那種媚態啦 然後講一些話啦 然後 而且又會說 你是不是喜歡我啊 他就會覺得 你是女生耶 女生應該要自 要把自己身價抬高一點 他懂了 所以才會 才會對這種女生 會覺得很受不了 真的喔 黃老師 你是不是很喜歡我啊 黃老師講過這種話 我只是說 好 我們來看第一名 最受不了三八女生的是誰呢 好 第一名就是太陽即星 如果落到了 女座 真的有你耶 真的有你 真的有喔 首先 而且是第一名耶 第一名耶 所以你說女生呢 最好就是有氣質 樣子像個女生 皮膚要好 不要把自己弄得邏遏遏 那更何況還三八 三八就是 那種情緒上 個性上的汙點 對她來說 就覺得 這女生已經不像女生 嚴重汙點 就會很受不了 因為女孩子 那種乖乖 乾乾淨淨 端端正正 然後身材也保持得很好 樣子很不錯 這不是很好嗎 世界不是很和平嗎 對啊 所以 這三個星座的男生 都是受不了三八女生的 最典型的那種 對 他自動會閃開 或怎麼樣 因為我常常還是會 對著乃哥講說 他就說 乃哥 我告訴你 你真的沒有我 你不行 我常常會對著講 他就這樣 就想寫這個表情 對 而且我每次講完之後 他就這個表情 他也不會打槍 定格 就是講完之後 他就聽我講完 然後他也不會講 好...那我們來看看 誰是最值得乃哥同情的 到底這三姐妹 是不是就是那三姐妹呢 對 太陽驚星都要參考在內喔 第三名 太陽驚星如果落到了 三八女生嘛 對不對 高老師的 獅子座會啊 獅子座有人來瘋 對 而且他平常 平常就算面對很多嚴肅的事情 他很ㄍㄧㄥ 可是很奇怪喔 到了那種現場 比如說看到人 他就這樣 好久不見 你看起來好帥喔 就是弄得好像在演舞台劇 那種感覺 而且很多獅子座很會 就是心情嗨的時候 沒有 我們現在講幾個演藝圈 女人的獅子座嘛 我們就看看 不是 我們就看看 去想一想 是不是有這樣的感覺 小燕姐啊 小燕姐 對啊 然後還有那個羅秉玲 羅秉玲啊 大辣辣的女生 誰 蕭強妹妹啊 蕭強 對 為什麼 不是啦 就是端著會端嘛 端的時候很會端 可是其實私底下是很嗨的 對 而且他心情好的時候更嗨 對 譬如說唱歌唱歌唱歌 然後唱著唱著為了舞台效果 就坐在男生的大腿上 其實他不是要勾引你喔 對 他是要表現一個幽默或者是好玩 或讓大家注意 對 把那個場子炒熱 可是那男生 那男生絕對會覺得說 怎麼辦 這場面 怎麼那麼令人臉紅心跳 私底下你都不曉得 高老師在後台是怎麼 調戲黃老師的 對 是不是 真的 我是調戲唐老師 不是黃老師 我就是妳 小斧來了 但是妳 她除了講小斧之外呢 她還會叫說 雅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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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老師英文名字叫雅達 好 我們來看第二名森巴女生是誰呢 乃哥也要注意一下這個女生了 那就是太陽金星如果落到了 楊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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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她的森巴是破出去了 不計形象的那一種 也不像是做平堂會金 母羊座 母羊座是很專業的森巴 應該這麼講 有哪些 陳文茜 佩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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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她們講話就是生冷不敬 還有那個誰 季妹妹 美妹也是 季奇 對啊 其實母羊座要森巴的時候 比如說她現在是 覺得自己要演醜獎 她就真的可以很豁出去 很豁出去 很森巴 對她來說 她如果要演 演得不像 或演得沒有那個效果 那不是就讓你們覺得很看不起嗎 對 所以牡羊座是 在什麼位子上 就要像什麼 什麼樣的人 她很容易表現 會把她表現橫著 那我們來看第一名 這個森巴女生是誰呢 那我們來看第一名 這個森巴女生是誰呢 好 太陽金星 如果露到了 佳謙的 好轉喔 怎麼這麼準 怎麼這麼準 最三八 最三八第一 怎麼可能 太準 我怎麼會呢 太準 其實雙子座的人 就是很容易發生 對 雙子座是那種 欲強則強行 譬如說對方 如果講了一個什麼笑話 讓他想起了什麼笑話 他就開始 他要超越她 對 他要超越對方 是不計形象的 而且她的人來風 比獅子還要嚴重 對 獅子是表現自己 對 那雙子是一定要每一個人 他要熱鬧 每一個都要戴起來 對 你要注意到我 他看到哪一個人不注意他 他就特別跑到那個人身邊 一直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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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乃哥你越不理他 決心難道 你應該是這樣 真的耶 那你紅蝦越要理你 對 可是我會一直很熱絡 這三個星座的女生 跟這三個星座的男生 對 有時候湊在一起還真是天敵 沒錯... 那你看剛剛這個 哪一個這個 上了第一棒的這個處女座 他非常討厭這個三八女生 活潑亂跳 我也上了 最三八的女生 對啊 其實我們兩個是 他一起煙槍 他就... 輸了... 而且他會輸 所以我們就有一個 低調處女 我永遠是低調 忍住你... 他就有一個人一個人 一個人在那邊發瘋 然後一個人這樣 所以你看這樣子講 也不是說乃哥假正經 對不對 只是說他有時候會覺得說 你該正經的時候 你麻煩正經一下好不好 所以這邊趕快這個 進入我們的開音隨量測驗 問一下我們的高老師 你是一個假正經的人嗎 好 其實我們身邊的人 常常會有一些假正經的人 其實我們也不要覺得他怎麼樣 因為他比較找熟而已 今天隨量測驗 我們就進入我們的潛移室 我們測驗一下 你假正經的指數 到底會有多高 所以我們趕快看一下今天的題目 他說呢 如果你投胎變成一隻豬 然後你會勉強當哪一種豬呢 好 我們今天看一下 第一個呢 是具有攻擊性的野山豬 很兇 好 那第二個呢 是被人伺候的這個百晶大豬公 就是神豬 吃好用 吃好的 就是躺在那邊就好了 對 第三個呢 是卡哇伊的迷你豬 那我們現在請這個乃哥來做選擇 我這無庸式一定選一嘛 最具攻擊性的野山豬 好 那我們的唐老師 你會選擇哪一個 我當然也是山豬啊 真的啊 是很瘦的豬 像山豬不離瘦 真的啊 好驕傲喔 好驕傲喔 應該要繼續瘦 加油 好 那亞當 應該會一樣 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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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喔 這裡面只有那個最自由自在 真的喔 好 我是卡哇伊 正經 那高老師其實你選的是 我也是卡哇伊 真的嗎 謝謝 名字兩張 三八都在一起 三八都在一起 我也好害怕 我好害怕 你怕什麼啊 我怕你 我比較怕你 OK好 好 請這個觀眾朋友選完的時候呢 我們請高老師也告訴大家 你的這個假正經的指數 到底有多高了喔 好的觀眾朋友選 第一個喔 我們的山豬有哪哥 還有我們亞當 跟我們的唐老師啊 大家看一下 99 99 對 等等 我們是 我們三個真的很正經喔 真的很正經喔 真的很正經 因為太早熟的你們喔 對身邊無聊的人事物呢 只想擺臭臉回應而已 超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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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跟假正經有什麼關係呢 怎麼叫假正經呢 這位型人就比較成熟啊 其實他對很多事情呢 都有他自己一些看法啊 而且呢他比實際年齡還要成熟 所以他看到身邊很多無聊的啦 幼稚啦 或是那種三八的人 你會覺得非常的奇怪 為什麼呢 就有這麼無聊的事情發生啊 對身邊的無聊的人呢 你真的無可奈何之好 有擺那個臭臉 對 整個畫面來回應器 他不要再浪費你的時間 不要再吵了 那可哩 那可哩 好棒選第二個 我們真的沒有人選啊 誰都不想當那個百年 被人家伺候的大豬公啊 趕快來看一下 這類型的人呢 你假正經的指數 到底會有多高 55啊 你只針對你在意的人事物呢 會堅持你的看法跟原則啊 比如說有的人呢 就是不喜歡聽到人家說髒話 或是說有的人 就特別不喜歡人家那個 亂丟子蟹 或邊酒邊吃有什麼大不了呢 可這些人就會擺起面孔來 像教官一樣教訓對方啊 所以觀眾朋友選 這個類型的話 其實特別小心喔 跟你相處的人 要特別抓到你的死穴 不要踩到 否則的話呢 你假正經一出來的話 可能很多人都會受不了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趕快看一下 這個選擇第三的 很可愛的 好 嘉謙跟我一樣 如果觀眾朋友你也選 這個大家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你或我們呢 假正經的指數呢 到底會有多個 來看一下 只有20啊 因為我們個性隨和呢 覺得假正經的人呢 真的是太無聊了 好準喔 好 其實我們這類型的 其實個性比較隨和 比較天真浪漫 我們會覺得自己 好像永遠長不大的小孩喔 所以這類型的人 其實會讓人家覺得 我們很討厭喔 可是我們真的是很可愛喔 所以觀眾朋友們 選這個答案呢 特別要注意 其實我們很可愛 繼續可愛下去 沒有關係 喔 這也是我們可以手牽手 加油 可是說實在啦 就是拍戲拍那麼久 而且大家的時間 都是錯在一起的嘛 對不對 你會覺得說 就是在片場裡面啊 誰最容易吐嘴 然後又會耽誤別人的時間 還好耶 只是我... 因為乃哥喔 是一個人就沒辦法等人的人 我是沒辦法等 你知道嗎 然後所以其實我 我在片場大部分都是我在吹 然後呢 快點... 大部分都是我在吹 所以說呢 這個在排戲的時候 有時候大家會鬧啊 會這樣 排戲... 我比較... 我比較屬於那種就是說 希望趕快把工作做完 對 趕快能夠回家 真的喔 你平常會不會NG 應該常常啊 我NG 其實我NG呢 但是我一NG呢 如果好笑的話 我就會一直笑 一直笑 我很容易笑場 而且笑到有眼淚 所以就是... 我平常一笑場 起碼要三四到五次 才會... 才會回復 沒有... 起碼... 沒有... 每次已經到了就九次了 九次了 他說已經九次了 他說好 我真的第五次我就不會 沒有 已經到九次了乃哥 胡說 他永遠在講五次 明明就是 差不多啦 就是五次啦 有時候Over一點 可能八九次有會 有沒有... 這是一個死不認錯的小孩 明明就是 然後硬說沒有... 你是不是一個死不認錯的人 我覺得不會 我這個最討厭就是死不認錯 這有什麼... 沒有什麼好不認錯不錯的 那你覺得你是五次還九次 九次就九次啦 你看... 沒有... 我們平常繞著話題一直講 好不好 我們只是想因為這個... 沒有... 因為我們只是想用這個話題 你還帶到死不認錯這個題目了 好... 所以接下來趕快問一下唐老師了 好... 哪些星座的男生是那種 真的死不認錯的星座 看乃哥有沒有上寶 我就知道了啦 好... 太陽上身通通都要參考進來 好... 這個時候上身星座就很重要了 因為上身星座是跟你的人生態度 你怎麼處理事情 你的一種大原則有關係 所以太陽星座跟上身星座 都要參考進來 乃哥的上身星座是天蠍座 好... 我們來看看上身在天蠍座的他 有沒有死不認錯的傾向 好... 第五名... 太陽上身如果落到了... 吃手座的話 吃手座常常會做一些 自打嘴巴的事情 但是他就是很會用一些道理 把它圓過來 比方講他說我最近要減肥 我不能吃宵夜 可是有一天他受不了了 他吃了宵夜 那旁邊的人如果跟他講說 你不是說你不能吃宵夜 你不吃了嗎 他就會跟你講說 有一個醫學報告說 當一個人的血糖如果到了什麼地步的時候 就會對身體有傷害 他是為了對身體不要有傷害 所以這個時候來補充一些些 所以他補充血糖降低就對了 對 所以歪理真理通通都排出來 或者是Discovery怎麼說 恐夫子怎麼說 讓你沒有話可以反駁 好...我們來看第四名 太陽上身如果落到了金鳥座的話 也是死不認錯 黃老師齁 凝死不屈 真的黃老師是 因為他脾氣很硬 非常準 金鳥座本來就是牛啊 非常準 對 他們做他們認為正確的事情 而且終身不悔 如果會後悔他就不做了 所以... 有時候會發現是自己錯了 但是我們還是堅持... 嘴巴講不出來了 堅持還是堅持我錯得下去 比如說我舉一個最有名的希特勒 希特勒 希特勒是金牛座 他是金牛座 對 其實他在他的那個理念之下 他就做得很徹底 而且他就很冷血 因為他覺得他做的是正確的事情 因為他認為猶太人就是怎樣怎樣 所以他認為消滅他們 他並不是在傷害生靈 所以金牛座一旦落入那種狀態之下 你看後來不是人家反擊他 要把他抓了嗎 沒錯 他就自殺 他寧可死掉 他也不願意在你面前低頭 我們來看第三名 第三名是太陽上升 如果落到了 兩座跟你硬幹 永遠不能夠刺激他 你刺激他只會讓他覺得說 什麼 你覺得我不成功嗎 好 那我一定要做成功 你看 無論如何讓你沒話說 比如說他會這個生意錯了 他就用下一個生意的成功 來彌補這個生意的錯 所以最後他還是會告訴你 我是成功的 並沒有錯 好 我們來看第二名 太陽上升如果落到了 乃哥的天蠍座 來 首先天蠍座的人是非常愛面 是 因為他那個時候 如果覺得下不了台的時候 他就要保衛自己了 所以這個時候他明明心裡已經在認錯了 可是你越是這樣講 我越是這裡跟你硬槓上 真的 然後就會擺臭臉 所以天蠍座是走那種 你流氓我比你更流氓 對 你不講道理是不是 我就比你更不講道理 就開始變得更流氓 但這不叫死不認錯 對 有時候會 這不叫死不認錯 有 我可以舉個例子 就例如說 你看平常我也很 觀察你很久了 他默默地看你很久 對 你說 就是平常就是我們在這個 在演戲的時候 然後演演演著演著 然後因為就是乃哥沒有 就是沒有講到那一句 那一句他沒有講 就是漏掉了 漏掉了 然後後來就說 那他漏掉 我們想說他漏掉 那我們就再接下去好了 然後如果是這個狀況的話 然後導演就有時候就會喊咖 他講說乃哥你剛剛沒有講 然後他會說我講啦 我就講啦 他說真的沒講耶 我講啦 不然他怎麼會接 他說行 你沒講 我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我才接 就大家會告訴他這個狀況 他說怎麼可能 然後真的把它重複完之後 那放回來就說 真的有的時候 他心裡就這樣 好來 就表情還是這樣 好來 沒錯 聽起來是這樣 因為他認為他 好好笑 應該認為他沒有錯 對 我們很自信嘛 所以天蟹座在這個時候 真的會有死不認錯的傾向 好不好 我們來看第一名 最厲害 最厲害的 他也不用自殺 然後最後他還贏喔 真的還假的 太陽上身 如果落到了 床一座 厲害 他很會轉 非常非常的會轉 比如說 他這個 他如果發現他這個錯 被你發現了 那他就來個第二方案 其實他們就是那種 人生智慧滿足夠的 那再來就是看他要用在哪裡 他要用在教育別人 當然很好 他如果用在死不認錯方面 我告訴你 你根本就抓不到把柄 最後呢 時過境遷 你還覺得說自己風度不好 那這麼講他很圓滑 他非常圓滑 對不對 雙魚座非常圓滑 太陽上身都是 所以雙魚座真的很厲害 那太陽上身在這幾個星座的人 雙魚 天蝎 牡羊 金牛 射手 都是有死不認錯的傾向 大家跟他們交手前 要有心理準備喔 好 真的要說一下乃哥喔 這個乃哥就是 我們都知道這個在演藝圈裡面 真的是非常有生意頭腦的 常常在做很多的投資 對不對 也不是有生意頭腦啦 因為你也知道嘛 現在藝人哪有什麼保障 對不對 像八點檔都不搞連戲劇 要搞什麼 對不對 對不對 藝人根本沒保障嘛 所以我是很痛恨 講真的 我是很痛恨 台灣那種演藝環境 所以我一直想跳出去 所以你知道 有一次洪哥他就講說 乃哥真的對我還滿好的 然後他說 我說怎麼回事 他說乃哥啊就是有勸我啊 叫我趕快就是 可以跟他一起做生意啊 就是跳入這個圈子 可是我長期觀察一下 乃哥喔就是叫我脫離 他就頓時覺得說 他就頓時覺得說 一個叫我脫離演藝圈的人 怎麼會有 一直在接錢 不是 因為我們講說 騎鱼招嘛 對不對 你就說你現在... 你自己這個人家庭要顧好 你的基本上你的生活 生活開銷 你要有一個支柱在嘛 你不能搞現在 完全丟掉 一股腦的栽進去 萬一這邊也不好 你這邊兩頭空啊 對 所以我覺得是保本的做法 就是說你找一些空檔的時間 去接觸 不管是做生意的人 或者接觸一些生意 就要你去投資一些 賠的話也不要傷到你 那我覺得我很有生意頭腦 所以你看這個 大家要聽仔細 因為其實乃哥剛剛講這些 都是他這個長期的這個 經驗 對不對 這累積下來 所有的一些這個經驗譚 這個生意頭腦要去動 那怎麼動呢 而且你到底有沒有 這樣的生意腦筋呢 就趕快問一下 我們的這個黃老師了 這個有生意頭腦的這個 手面相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大家來瞧瞧自己 有沒有這樣子的一個 特異功能 來 我們講生意的頭腦 就表示說你很有點字 知道怎麼經營 怎麼理財 這就是生意頭腦 好 那麼這樣的話呢 我依照強烈的程度 從這邊開始 好 第五是用手相來講 就是智慧線跟 非常靠近感情線 那叫我這裡寫 叫投機 逐利 謀略 生長 好 它是怎麼樣的狀況呢 我們看一下這個圖 我們一般的所謂的這種 感情線在上面 智慧線應該是 往下面來才對的 但是有些人的智慧線 蠻高的靠近了感情線 這種人呢 就是為了追求利益 蠻自私的 是屬於自私型的追求利益 當然追求利益 它就是一定要想辦法去 生意上是怎麼去賺的 那麼這位特別把它提出來 是第五項 那麼這個在政治界跟商業界 蠻多這種人的 很靠近的 這個是第五項 下面看第四項 就表示比那個還更強了 更有生意頭腦了 它是 事業線成功線成為H型的 那怎麼樣成為H型的呢 我們看一下這個圖 所謂事業線是由下往上 所謂成功線也是一下 一樣由下往上 但是一個是往中指 一個是往無名字 兩個各自發展的中間 連接在一起 就是成為一個H型的這種人 那這種人呢 我這裡就寫到是 切而不捨 長袖善無 就是它 基本上它就蠻會經營的 那考得 在考慮方面 在抑制方面 它會非常的堅強 一直去做 好 再來我們看一下第三種 好 第三 就是更強烈的了 更強烈的話 是雙耳貼腦 什麼叫雙耳貼腦呢 我們臉這樣看過去 這耳朵好像看不太倒 耳朵因為往後貼過去了 叫雙耳貼腦 品嘗在後面的感覺 有沒有 我有沒有 你應該是沒有 謝謝 我們有一句話說 外面不見而問是誰家子 有在人像學有這麼一句話 就是小孩子看到一個小孩子 怎麼對面看不到耳朵 為什麼看不到耳朵 就是兩個耳朵往後貼了 所以趕快問這是誰家的小孩子 就表示說 這小孩子將來很有發展 這個小孩子可以栽培 在我們人的長相裡面 耳朵小到大很 這個形狀不會改變的 眼睛鼻子會改變 耳朵不改變 所以我們小時候就可以觀察 因為小孩子 你耳朵往後貼了 這個將來是大生意角色 是厲害 是痛腳的 從小到來耳朵是不會變的 那招風的人 就思慮比較不慎密嗎 不是 而是說招風耳的人 很會替人家出點子 但是自己不留才 自己沒有辦法得到 或者自己經營都不行 他可以做人家的軍師 給人家出主意而已 招風耳的話 而且招風耳事實上 在我們人家學 並不是好耳朵 招風招來到處的忌諱 招來人家的攻擊而已 招事情而已 他自己沒有辦法存起來 好 了解 好 我們現在看一下 那麼第二項 第二項是 我這裡寫了 情報靈通反應迅速 側骨 側骨 側骨就是我們耳朵上面 這個骨頭可以自己摸一摸 在頭髮裡面 這個骨頭感覺上有變得 往左右張開 吐出來的人 非常的消息靈通 最近這一塊土地會脹了 最近這個地方可以投資了 最近的房地產會跌了 會脹了 他反應非常的快 所以他才會這樣子的 反應迅速 消息靈通 情報靈通 這是因為頭髮好不好 要摸啊 所以沒有腦 不是我沒腦 是我腦子壞了 好 這是第二項 下面還有更強的第一項 最強的 現在第一項就是有生意頭腦的人 是 因為我們竟然講 有生意頭腦有生意頭腦 就是指前額 不過前額裡面的腦 我們稱為叫前腦 前腦就是管經驗 管分析 管判斷的 這事情做得可以還是不可以 所以我們要看一個額頭 成功的企業家 你們看也知道 他的額頭通常都是蠻高 蠻開的 對 那這一點乃哥是有 他也是高 寬 要是左右都是張開的 都是蠻好的 可是乃哥的一個缺點 其實在很早以前 我第一次看到就發現 你額頭不錯 但是上面有八分 那個八破壞了 真的喔 就是說你在放電 或者在判斷的時候 常常出現瑕疵 本來是判斷很正確 想得很好 那怎麼辦 把它扶起來 那這個 一般來講 這個等一下受到瑕疵 可能就是在放電的電 可能會錯誤 會錯誤 當然我們講到這個投資 人生就像投資一樣 對不對 有賺有賠嘛 可是說最後的調整心態是什麼 我覺得那是必須要上的一課 所以在這邊問一下 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高老師 從我們的判斷上測驗裡面 從你的潛意識來看一下 你在哪一方面 是最輸不起的 好 其實輸贏呢 乃是兵家常識 其實很多人就覺得 輸輸贏其實沒有什麼大不了 不過很多人呢 卻很討厭輸的感覺 今天這項測驗呢 我們就進入你的潛意識 我們測驗一下 你在哪方面呢 最輸不起 好 看一下 今天的題目是什麼呢 他說呢 你參加聚會 那有幾個朋友 不停地大聲笑鬧 那你的反應會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會酸幾句回去 怎麼這麼吵 討厭 那第二個呢 就會大聲斥責 就是這個訓斥幾句 就是甘味 那第三個呢 就是擺出一張臭臉 就擺臭臉了 好 那第四個呢 就是懶得你 然後就直接走開 這幾個反應 觀眾朋友趕快地選擇一下 你會有做什麼樣子的反應呢 那乃哥你會做什麼反應 我是懶得你啊 直接走開啦 那唐老師呢 我也是懶得你走開 好 那黃老師 能逃就逃 如果不能逃 就第三啦 擺出一張臭臉 你們真的三個好像喔 假正經 我們是正經 好 像我個人就會擺出臭臉 好 那觀眾朋友 你選完了沒有 選完的話呢 就請我們的高老師來告訴大家 你在哪一方面 是最輸不起的 好 觀眾朋友選第一個 我們都沒有人選 如果你選這個答案 或三幾句回去的話 我們就可以知道你在哪方面呢 最輸不起 趕快來看一下喔 你在感情上呢 最輸不起 你只能甩人不能被人甩 其實這類型的內心非常的脆弱 他有字字之名 他覺得呢 他如果在感情上受傷害呢 可能要花很長的時間 讓自己回復療傷 所以當兩個人發現感情有裂痕的時候呢 他會趕快提出分手 他不能忍受另外一半把他甩了 這時候呢 他的受傷其實會很長很長 他自己都會覺得非常的難過 好 第二個答案呢 就是大聲訓斥幾聲 我們真的沒有人選 如果觀眾朋友選這個答案 我們可以知道 你在哪方面呢 最輸不起喔 趕快來看喔 你在工作上呢 最輸不起喔 因為你對工作有企圖心喔 只要下定決心 絕不輕易輸人喔 可以享受工作上的成就感喔 另外呢 比如說掌聲啦 收入啦 對你來做是非常的重要喔 所以只要你下定決心的時候呢 你絕對呢 把自己做到最好喔 所以觀眾朋友選這個答案的話 你在工作上是絕對不能輸人的 喔 在工作上面 他是要求很高啦 對 非常的高 好 那這個選擇第三個 擺出臭臉 好 就跟我們嘉芊一樣 如果觀眾朋友選這個答案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你在哪方面最輸不起喔 你在任何方面呢 都輸不起喔 因為泡面子 你連說話都要講到贏喔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為什麼黃嘉芊這麼吵喔 原來就是 要給她講到贏為止 其實這類型呢 就是蠻帶重的喔 她覺得她自己呢 鎮嚴很重要 雖然她可以把各種表現 比她很可愛啦 或是呢 演任何的角色 可是最重要的時候 她的自尊心非常的強喔 所以呢 不管任何方面呢 你不要講故意一直挑逗她 或是一直虧她 她可是會受不了喔 然後反撲的時候 大家可會受不了 她那個 那個反撲的力氣呢 會讓我們自己 每個人都覺得快受不了 還是讓她比較好 對 所以乃哥那招是對的 對 她就直接回應 對 真的 因為如果說喔 就是虧我或什麼 都可以接受 對 可是妳真的有心來的話 來傷人 我會感受得到的 對 我覺得很不舒服 那通常我都還沒有感受她 對 人家搞不好是來真的 我一直 真的喔 就還是很High有沒有 好 觀眾朋友選 第四個 跟我們乃哥 唐老師 跟黃老師或懶得理 直接走開 我們看這三位 或是妳呢 在哪方面最輸不起 趕快來看一下喔 妳在外在物質最輸不起 絕不能讓人比下去啊 其實這類型呢 是很愛自己的 那覺得生活呢 要品味 而且要品質啊 不喜歡裝成 或是買地攤 或是買很爛的東西 所以她盡量的 對自己好一點 對家人好一點喔 讓生活呢 品質維持得很好 一定的品味 讓每一個人呢 到她家 或是呢 跟她相處的時候 都感覺到很舒服 真的 真準 真準 妳從頭到 妳今天都還沒有拿到牌子耶 喔 不是 妳都講得很好 不需要啊 就要加強語氣 加強一下 好準 第一個 謝謝 有一點誠意啊 你真的 可是真的很準 我很投入啊 已經忘了有這個 可是真的很準 真的很準 今天幾樣真的都很準 對啊 乃哥在這個物質上面 他真的很享受 像乃哥 我每次都覺得乃哥 不是很享受 但是我會看東西喔 自己有 我會看東西喔 在跟生活上 家庭有關係的 我會很注重 對 我告訴你 你不相信 我沒有買過一手車 嗯 我都開二手車的 所以你看我就不注重這個 我會不會跟人家比啊 當然這邊還是要問一下 乃哥 乃哥你平常 賭不賭 其實我其實 我自己覺得我還蠻愛賭 因為從小啊 像打麻將啊 玩撲克牌啊 我從小都還蠻喜歡的 那你有什麼偏差 因為我老婆不讓我賭 我就買股票 其實賭得比 打麻將還大 你知道嗎 賭票也算是一種賭博啊 其實我覺得賭票 真的才是賭博啊 對啊 那也是一種賭更大 你知道嗎 尤其台灣的股票 真的才叫賭 哪叫投資啊 人家每次講說 EPS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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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跌啊 是啊 你知道嗎 氣死了對不對 所以你看 這個喔 有時候還是需要一些 這個偏財運 這個就要問一下黃老師 黃老師 好不好 我們從這個 我們的居家風水DIY 就可以知道說 容易讓你得到意外的偏財 是什麼樣的居家風水 然後問一下我們的黃老師 亞當 麻煩你了 好 我們看我們家裡的住宅 哪一種的住宅 它比較有偏財運 第一個呢 就是叫做明堂開闊 明堂就是我們家裡的正前方 叫明堂 最好不要逼著很緊 什麼叫開闊呢 例如說前面剛好是公園 空地 廣場 學校 有大人嗎 對 不管 你說你是在三樓五樓也好 往前看過去 如果是在一樓二樓 從一樓二樓看過去都算 前面不要太逼太緊的 這種偏財運比較好 這是第一項 第二項叫做玉帶環繞 就像這種狀況下 偏財運也不錯 什麼叫玉帶環繞呢 例如說這一條路 剛好彎彎的 那麼在這一間房子 就是玉帶環繞 它就屬於不錯的房子 或者現在有捷運 剛好繞了 捷運是破壞 是不好 是不行 就是一定要路 捷運不行 一定是路 在古車來講就是水也算了 以前來講就是路 對面就不好了 如果這個房子在對面 就叫反攻 那個路這樣衝過去 走過去對著它 那就不好 裡面的這個 就玉帶環繞 那麼這間房子 一般來講的話 它的偏財運也不錯 還不錯 再下去是第三種 你說我都沒有 我也沒有這種玉帶環繞 也沒有像剛才講的明堂 什麼很寬闊的話 沒有關係 財繩也 我們講的偏財偏財 偏財其實就是五路財繩 五路財繩這個財繩 它就喜歡亮 所以你的家裡 不管你家是在一樓 在五樓 在十樓也好 電梯出來 樓梯出來 最好你家的門口要亮 如果有玄關也是一樣 要亮 不要鏡子直接對著門口 鏡子對著門口 對著門口 這個阻擋財繩 另外就是鞋子 我們台灣的公寓大樓 都是一樣 門口的鞋子都不放在鞋櫃 就門口亂了一大堆 像這種財繩也都不喜歡的 偏財繩就是五路財繩 它怎麼喜歡你呢 一來就是臭臭的 髒髒的 或是黑黑的暗暗的 財繩也就不來了 那另外呢 你如果把門口弄得很光亮 很整齊之外 你也可以做個參考 擺設一些 就在門口或者玄關的地方 擺設一些物品 讓財神也更高興的進來 把鞋子帶進來 我用十二生肖來講 基本上就是帶你 本命有關的圖案 例如說我是屬牛 就是牛 擺牛嘛 跟本命有關的圖案 東西 圖畫都可以 那我這邊呢 除了本命之外 有些是三合六合的 我用十二生肖來講 好 我們從老鼠開始看起 老鼠應該擺什麼樣的東西 第一個是擺牛 牛呢 記得牛的頭要朝內 因為他要把他的收穫 放到家裡面 帶回到家裡 或者可以擺龍也可以 可是如果是龍的話 頭就要朝外了 因為龍要龍飛九天 神龍不見首尾 他不會居限在一個地方 可以到處亂跑 或者跑到外面去 賺錢回來 好 第二其實是屬牛的 他擺本身的牛 當然頭朝內 或者雞也可以 但是如果是雞的話呢 他頭就要朝外了 因為雞呢 他尖尖的嘴巴 他會傷害到人家 他可以往外去 著外面的米回來 或者著外面的收穫回來 好 這是牛 下面是老虎 老虎可以擺什麼 那種裝飾品呢 他可以擺本身的老虎 但是老虎一定要上山 不可以下山 就是我們看到圖畫 這個老虎應該是上山 頭 回頭轉才可以 這樣子 不可以直接鋪下來 鋪下來的話 那表示就是 即使你自己是屬老虎的 你如果掛老虎的圖的話 他會受傷 會意外 所以他一定要上山 或者可以擺豬也可以 但是豬的話要朝內 如果擺豬要特別有一個要求 你擺豬 豬一定要肥肥的豬 不可以擺瘦豬 最常要擺要擺胖胖的 除去桶也可以 但是這時候頭是要朝內的 好 其實我們看一下兔子 兔子可以擺本身自己的兔子 但是它是朝內 兔就是毛 就是在我們設地這樣 毛進來的 所以頭要朝內 或者豬也可以 因為豬跟兔是三合的關係 一樣的 頭是朝內 其實我們看龍跟蛇是一樣 因為龍跟蛇 蛇是小龍嘛 一樣的 它可以擺 第一個就是龍本身 頭朝外 或者雞也可以 對 因為雞跟龍是六合 跟蛇是三合 所以基本上這兩個 變成都擺一樣的東西 好 下面我們看一下 馬跟羊 馬跟羊也是一起 都是一樣 因為這兩個是六合的關係 彼此也都是吉祥的動物 它可以擺馬跟羊 就是馬跟羊 本身就是擺馬跟羊 這時候馬呢 馬頭要朝外 可是如果是羊的話 羊就要朝內 因為我們講 羊通常就是三羊開胎 它的羊 它基本上是在一起 比較固定的 那馬呢 馬頭朝外 才可以往外求財 去賺錢回來 好 下面是猴 猴呢 直接可以擺自己猴 那麼猴呢 通常也是朝外 因為猴很調皮 要到處亂跑的 那今年剛好是猴年 很多人這個擺猴 就已經知道招財猴出現了 好 另外呢 龍也可以 那龍的話 當然頭就要朝外了 好 下面呢 是屬雞的 雞的話呢 它本身的雞也可以 就是頭朝外 或者牛 因為雞跟牛之間 是三合的關係 牛剛才跟這前面的一樣 頭是要朝內 好 下面是狗 狗 它可以擺本身的狗 狗的話 它的狗頭朝外 因為狗頭朝外 因為你們注意看 狗在家裡面 它遇到外 客人來 被人來 它一定是往頭朝外的 它的背是朝主人 朝裡面 頭是朝外面的 它這是一種防背的作用 再下去就是馬也可以 因為馬跟狗之間是三合 馬的話 那當然頭到朝外了 最後是屬豬的 那屬豬的呢 它要擺什麼東西呢 當然自己的豬 頭朝內 或者羊 羊也是朝內 這些都可以的 所以這幾個十二生肖 這個球篇採法 希望大家可以這個 記下來 做個很好的參考了 不過呢 今天呢 在這邊要這個 謝謝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乃哥 來到我們的節目裡面 謝謝 這個是超級好男人 終於來現身說法一下了 謝謝乃哥 謝謝 不客氣 謝謝 謝謝三萬老師 也謝謝觀眾朋友收看 謝謝 謝謝 中年呢 你看一下 它在富貴多有所成 錢財除去也很多 就是 我們看一下這樣 鼻子要挺 挺 這邊嘴頭要有肉 然後這個鼻翼呢 要張開 又收長 這一點的話 總裁 王總裁幾乎快要倒了 你就是這種鼻耶 左右張開 可是我鼻孔很大 不是會漏長的 沒有沒有 你就飛 大拇指可以塞到鼻孔裡面 好 我先講一下